Hello 各位朋友,回到我的頻道,我是熱愛科技,我是CMACAM 在這頻道,我是VDFD,我是CMACAM,今天我為大家分享 我最喜歡的歡迎歡迎收看小朋友 我還沒想過我這邊的影片 所以大家記得要10分鐘 我還沒想過我這邊的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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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1 OK 相信可以按進來看這影片的影片 應該都很大機會是一個MacBook的新手用家 不過就算你已經用了MacBook好幾年的老手 不是新手用家也好 我相信在這影片裡 你怎麼都會有一兩個 是你不知道的Finder實用功能的 所以只要你在用MacBook的話 那你就要繼續留心地看下去了 那如果看完真的沒有學到一兩個新功能的話 你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說 我再拍一條給你們看 OK 好 那事不宜遲 讓我們馬上來看一下第一個功能 OK 好 那首先第一個功能 就是你可以自訂你每一次 打開這個資料格的位置 它的設定位置 就是在左上角的設定裡面的一般 然後你會看到下面有一個叫做 開啟新Finder視窗時顯示的選項 那這裡我們就可以把它設置 你最常會用到的一個資料格 那當你每次去打開Finder的時候 就可以馬上去到你設定好的那個資料格 那就不用了 每一次都要找一大輪 才去到你想要去那個資料格的位置 OK 好 那第二句要改的功能 就是這個標籤Tag 我想說 這個呢 真是真是最容易被人忽略 但是我自己覺得是非常非常有用 我自己經常都會用到的一個功能 那這個呢 你可以幫一些你特別想mark up 的一些檔案 加一些不同顏色的Tag 方便你日後去使用 甚至乎連那個Tag的名字 你都可以自己在設定裡面的標籤 那裡去做修改的 那你用的時候只需要 Wide click一下那個檔案 然後再選擇你想用的那個顏色的Tag 那就可以了 那我自己又會經常用這個功能 去區分開一些不同類型的工作檔案 那例如是黑色的Tag 代表可能是我的 例如是關於MOS相關的文件 那例如綠色的Tag 又會代表是Youtube 影片相關類的文件等等 那又或者 當我在篩選著 一大堆不同的B-roll 或者相片的時候 例如我要選擇哪些是用得 哪些是用得 哪些是不用得 都會用到這個功能 例如我會把一些 覺得最好或拍得最好的Shot 加一個紅色的Tag 例如一些差一點 沒有那麼好的 但都用得的Shot 會加一個橙色的Tag 而太差一些用不到的 我就不加Tag 那當我之後 例如要去 inport那些B-roll 或者那些相片 進去Final Cut Pro的時候 就會方便快捷很多 所以這個Tag的應用 其實真的非常非常大的 你可以自己想怎樣用 去怎樣區分 都是害而沒問題的 OK 好 第三個 就是在自訂搜尋的預設位置 可能大家都知道 MacBook 你可以直接透過 按這個Command界 用空滑鍵 去搜尋一些東西 但這樣搜尋 去不好的地方 就是會自動幫你找到 整部MacBook裡面所有的文件檔 有時候 反而可能會更難 去選擇你自己真正想要找的 那個檔案 所以這個時候 就可以用到這個功能 OK 你只需要 按一下左上角的設定 跟著再按這個進階 跟著在這裡 選擇搜尋目前的資料夾 那就OK的了 OK 當你下次在一個 有很多不同的檔案的資料夾裡面 尋找一個特定的檔案的時候 你就可以直接 按一下右上角的 用一個放大的按鈕去搜尋 它就不會幫你搜尋整部電腦 而就是會幫你搜尋 你目前打開的資料夾的folder OK 好 下一個要介紹的功能 就是你可以把一些 你經常會用到的資料夾 直接拉到Finder 左邊的那個 側面欄的喜好項目位置 當你下次想打開這些資料夾的時候 你就可以直接 在Finder的側面欄 去打開相對應的資料夾 那就OK了 你就不用每次都要找一大聯金 那這個Finder 除了在左邊的側面欄 是可以自定義之外 其實在頂部的工具列 都是可以自定義的 那你只需要在左上角 這個顯示方式裡面 裏面的自定工具列 裏面就可以自己去選擇一些 你會經常用到的功能按鈕 又或者你可以直接 在Finder裡面按住這個 按鈕 然後直接去拖動工具列裡面的 工具按鈕 其實也是可以的 OK 那下一個功能 就是同樣在顯示方式裡面的 顯示路徑列和顯示狀態 因為這兩個選項 可以讓我們很清楚看到 究竟我們現在在整部電腦系統裡面的 在哪一個位置 又或者有時候我們想很快 這樣去上幾個資料盤的時候 都可以直接去按鈕 路徑列上面的資料盤名稱就可以了 而這個狀態 就可以顯示你目前 這個folder裡面的檔案數量 或者你選擇了多少檔案 以及電腦的正餘空間等等 OK 那如果你說你以上這六個功能 你都已經知道了 或者有用開的話 那我相信最後最後這個bonus的tips 你應該是不知道的 那它就是這個快速查看功能了 等等等等 我知道你現在還是上課 你本身已經知道 可以通過按一下的空白鍵 去preview不同的檔案內容 但你有知不知道 你可以按住option 加空白鍵 去全螢幕做一個review呢 甚至乎是同時 選擇了幾個不同的檔案 再按這個option加空白鍵 一次過去同時 preview不同的這些檔案呢 是不是不知道呢 那這個功能 我用得最多的時候 就是當然要在幾個不同的 Version 的相片裡面 去解釋最好出來的時候 就非常非常有用了 因為你可以同一時間 在一個屏幕裡面 去對比這幾張相片的差別 那相信這個功能 一定一定幫到你的 OK 好 那這幾個呢 就今天了 想跟大家分享的 MacBook Finder 的實用功能設定 那不知道你有沒有學到 一些你本身不知道的功能設定呢 那如果有學到少少少少少的 希望你可以幫我like這條影片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支持一下 OK 或者你也可以分享出來 給朋友都學一下 OK 那或者 如果你都有一些你自己本身 用得很喜歡 但是呢 我沒有提到的功能設定呢 都歡迎你在下面留言 和我們大家一起去 分享一下 OK 那我就一個熱愛科技的魔術師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Peace 如果你們還有什麼 關於 MacBook也好 iPhone也好 還有一些試用提示 想我教的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 和我說的 OK 我會考慮一下拍影片 教大家 OK